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支点 社会主义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我们前面谈了生产出来总产出了 接下来进行分配了 分配完了之后 那到底是不是应该全消费掉 还是说我们多留一些 留作下一年发展的一个基金呢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到底更多的用于生产 还是用于消费的问题 当然我们后面会谈啊 就是不是说走极端 都用于生产 那么都用于生产的话 人民当前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这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要求 要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得好好的研究一下 积累和消费的问题 那这里面我们得关注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他们各自的构成 包括各自的一个概念 另外社会保障制度 它的改革和完善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积累基金 什么叫消费基金 积累和消费 我们通俗点理解 积累基金呢 就是为了用于接下来的扩大再生产 而消费基金呢 就是把钱给他花出去了 相应的提高当前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 所以到底是储备的多 还说花的多 怎么来权衡的问题 接下来是我们探讨的一个思路 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积累基金 指的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 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当中 主要用作追加的生产资金部分 明确告诉你了 积累基金就是用于扩大 接下来的再生产需要的 它的物质形式就是一年内新增加的 生产资料总量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消费基金 那关于消费基金的概念呢 也有可能会出单选题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 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当中 用来满足个人消费 以及社会消费的那部分资金 所以不管是个人给消费掉了 还是整个社会一起来消费的 这些资金都是用于消费的 就是花出去了 它的实物形式是什么 单选题的考点所在 是一年内用于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 消费资料的总和 总之呢 他们是为了消费的 而且是为了提高当前人民的生活水平 那很显然 我们一年总产出就这么多 你用于消费的越多 那你用于下一年生产的 不就越少了吗 所以这块我们才有必要去研究 到底是该生产多 还是该消费的多 那消费里面 到底是该个人消费的多 还是社会消费的多呢 或许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探讨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消费金的构成 这个地方也可能会出多选题的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国家管理基金 整个国家机器要想正常的运转 我们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 你像我们的军队监狱啊 警察呀 我们这些公务员呀都是要进行工资的发放的 那这些他们是为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做出相对一些工作和服务的 他们不直接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的 相当于是纯消费的部分 这是社会消费 第二个文教卫生基金 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 很显然也是整个社会要进行像一个消费的 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支出啊 这属于社会消费 能够提高全社会的 文化水平包括综合的素质的 是属于整个社会的一些消费项目 第三类是属于社会保障基金 我们前面谈了 我们的基本保障制度要逐渐的建立起来 你包括各种社会的保险 比如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商保险 失业保险 生意保险等等 除了这些社会保险之外呢 还有社会的优富啊 社会的这些福利啊等等 都属于社会保障基金 也属于从整个全社会的角度 去进行的一个消费 当然这种消费呢 也是为了保障全体人民 最基本的一些生活水平的 所以这三大块 都是属于社会消费的构成部分 按照多选题来掌握清楚 你就记住 一个是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是需要花钱的 还有呢 文教卫生 这些事业的发展需要花钱 还有整个保障基金 也是需要花钱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的 积累基金主要是用于 扩大再生产和发展 文教卫生事业的 所以你看一下啊 这个扩大再生产呢 是我们接下来 下一年的一个 总产出的决定事项 因此它属于一个 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 如果我们接下来 扩大再生产投入较少的话 我们的整体利益可能就得不到保障了 另外发展文教卫生事业 这是从长远来看很有必要的 通过这种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 我们能逐渐的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综合素质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长远的一个利益 属于长期的一种投资 因此要兼顾整体利益和长远的利益 第二块 消费基金主要用于满足劳动者的个人生活需要 它代表的是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和当前的利益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去探讨 如何去兼顾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 如何又去兼顾长远利益和当前的利益 因为整个社会总产出就这么多 你都拿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了 那你接下来的扩大再生产 相应的资金规模就少了很多 就不利于后续的再生产了 反过来 如果你都拿去扩大再生产了 那我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点都得不到提高 这也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个追求 所以这块两者应当如何去兼顾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相应的怎么去处理积累基金和消费的基金的关系问题 这里面我们要秉承着一个原则和方针 那就是八字的方针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统筹积累和消费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要计划一下 到底有多少用于扩大接下来的再生产 有多少用于提高当前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问题 那就是要全面的安排 相应的积累和消费的问题 我们要在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之上 这就告诉你了 我们的生产得有发展 我们的总产出得有增长 要兼顾积累和消费 使积累基金要能够保证进行正常的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同时消费基金要能够保证劳动者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相应的需要也得满足 这就是我们要兼顾的两个方面 不能走极端 不能说我们所有的产出都拿去消费去了 那这样的话 下一年的扩大再生产就没有了保障 也不能所有的都不消费 我们都用来扩大再生产 那么这样的话 虽然扩大再生产规模变大了 但是我们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一点改善 也不是我们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因此两个方面我们要兼顾好 我们要安排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去安排的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一个比例 必须同国民收入当中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相适应 我们前面相应的 需要多少生产资料 需要多少消费资料 他们是有比例的 那么我们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比例去进行一个分配 这样的进行一个安排 这样呢 整个社会资源才能得到一个最为有效的一个利用 那相应的有两个单选题的考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积累基金主要用于什么 这是单选题的考点 注意积累基金主要是用于基本建设 这里的基本建设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扩大再生产当中的基本建设 扩大再生产里面 我们要给工业农业运输业等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建设追加投资 保证下一年的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所以这块积累基金主要用于基本的建设 消费基金主要用于什么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单选题的考点所在 主要用于个人消费 我们知道消费基金可以用于个人消费也可以用于社会消费 那么为什么主要的是用于个人消费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共就这么多的消费基金 如果更多的被个人消费的话呢 我们社会的消费就少了 但是如果更多的被社会消费 我们的个人消费也就少了 所谓社会消费一般就是政府代表全体人们去进行的一个消费 比方说我们的行政支出非常的多 或者说我们相应的这个社会保障非常的多 那你想一下 钱就这么多 你用于社会消费多的话 我们个人消费就少了 个人消费少了 就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可能得不到一定的提升 因此我们协大大上台之后呢 对于这些行政费用 包括整个行政机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 要求要精简政府机构 要精简行政支出 也就是说要减少社会消费 更多的消费应当是让个人去消费 要提高我们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就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首先掌握一道单选题 其次还要知道为什么个人消费应当是主要部分 要逐渐的去减少社会消费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 要正确的安排积累基金内部的生产性积累 和非生产性积累的关系 我们知道非生产性积累 不参加当期的生产 但是从长远来看 能够提高劳动人民的素质 能够提高我们后续的生产的能力 因此这个长远的利益 跟当前的这种利益 要相互的进行一个监控 第四个正确安排消费基金当中 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一个比例 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单选题就扩展了的 个人消费基金在整个消费基金当中应当占较大比重 社会消费的基金部分不宜增长过快 这就是我们前面谈为什么消费基金主要的部分应当是个人消费的原因 那就是更多的应当让人民去享受我们发展的成果 而不是说更多的由行政去支出了 所以现在对于这些行政费用啊 什么三公支出啊 习大大控制的是非常严格的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要理解透彻之后呢 考题不成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为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基本福利 而提供的各种物资帮助的措施的统称 那这里面包括我们的社会保险 包括救助福利社会优福等等 因此它是一个统称 那这些措施我们采取的目的呢 就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的生活和基本的福利 基本两个字其实是契合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 由于我们现在生产力的水平还是比较的落后的 因此呢我们能够提供的保障 也是基本的保障 还达不到较为发达国家那种高水平的保障程度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一下基本这两个字的一个意思 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 社会保险这块我们很熟悉 每个人几乎都说一道 基本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商保险 生育保险 还有社会的救助啊 福利啊 优福啊 等等各种制度 我们可以说相应的社会保障的这些项目是越来越多了 通过更为完善的体系的搭建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 以及基本的福利 社会保障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方式 我们前面谈再分配的时候 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冯老师是国企当中的一员 我参与直接的物质生产 那我拿到钱 拿到这个工资 是参与的初次分配 而另外一个人 他失业了 他没有工作 他领了一笔啊 失业救济金 那此时你看下 他拿到的这笔钱 是因为他参与物质生产了吗 并没有 而是通过这种再分配的形式 让他也拿到了一部分的收入 也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 那很显然 相应的社会保障 是再分配的主要方式之一 这个要留意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社会保障制度 它的改革跟完善 既然需要改革 既然需要完善 那说明我们原来的社会保障制度 是有缺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往哪个方向去改 要坚持一个十二字方针 这十二字方针可以出多选题的 首先第一个呢 是广覆盖 这个广覆盖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它 第一个角度呢 我们覆盖的人群应当越来越多 在最早可能只有这些国企当中的员工 只有这些公务员呀 事业单位里面的员工 才能享受比较好的一个保障 但是现在呢 我们知道你看私企 广大农村的农民逐渐逐渐的 也纳入到了我们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 因此从对象上来看 我们的覆盖面更广了 这是第一个角度理解 第二个理解角度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 我们相应的这些保障的措施越来越多了 不仅有社会保险 还有社会福利呀 救济呀 优福啊等等 你看项目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广覆盖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 第二呢是保基本 这个地方我前面谈了 基本两个字就告诉你了 由于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极其落后的 所以国家能给广大人民提供的保障水平 是比较基本的生活和基本的福利 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 第三个叫多层次 多层次这块呢 我们探讨的是 到底谁应当来构建起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呢 难道只有国家才有这个义务去搭建 社会保障体系吗 并不是 我们应当由国家去牵头 然后企业和个人多层次去参与 共同来搭建起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多层次的意思 第四个可持续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完善和改革 不是一朝一夕的 不是我今天进行社会保障的搭建 明天就不用了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块一定要留意 是长期都要搭建起来社会保障体系的 所以这12个字务必掌握住 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 可持续 之前出过多选题 改革的目标 我们来看一下 逐步去完善社会保障服务的网络 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 资金来源多渠道 你看 适合我国国情就告诉你 我们只能保障你基本的生活和基本的福利 资金来源多渠道 对的就是多层次 不仅国家要出钱 企业和个人 你也应当出一部分钱 跟国家共同来搭建起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 待遇结构多层次 保障方式多形式 管理体制法治化 注意这个法治化是非常的关键的 要知道社会保障基金 它是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基本福利的 一旦它的操作出现问题 你会发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损害 我们之前从新闻报当中能看出来 各地相应的这些社会保险基金被挪用多少多少个亿 那些数字是非常的触目惊心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对于这部分的管理是有输入的 法治化还不是很健全 现在我们管理体制应当上升到法治化的程度 一旦有违法违规的操作 必须要严惩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社会保障基金才能较为安全一些 除了法治化之外 还要社会化 所谓社会化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的制度 应当是由全社会来负责的 在之前呢 企业改革经营体制之前啊 各企业负责各企业员工的相应的 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什么失业保险 由企业去管理相应的社会保障 那你看一下 企业去管理社会保障 会有很多的缺陷 首先第一个 本身企业是负责生产经营的 如果你要分一部分人力和物力经历去管理这个社会保障的话 有一部分生产力可能就被占用了 不能完全的实现或者解放我们的生产力 第二个 各企业发展水平不同 因此你从全社会的角度去说 我们各企业这种社会保障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那对于员工来讲可能就不是特别公平了 那么第三个缺陷应当说会限制住人才的一个流动 你想各个员工的社会保障都在我们各个企业自己管着 那你要想跳槽的话 那你可能这个社会什么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这块损失会比较大 或者说有可能在这种人才流动过程当中 因为这种社会保障的问题会受到一些阻碍 所以不能使得劳动力在全社会自由的流动 因此我们现在要想一办法 由一个社会机构 现在要社保机构 专门来管理每个员工的相应的社保的问题 那你看一下 我们整个社保就实现了社会化 而不是各个企业各自去为政管理了 另外就是规范化 能够做到法治化社会化之后 逐渐逐渐的还要实现规范化 相应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们就搭建起来了 这是我们的改革目标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改革目标的具体内容 这个具体内容 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呢 再稍微的扩展细化一下 第一个 完善和扩大社会保障的项目 不仅要有基本的保险 我们还要有优福 还要有福利 还要有各种的救助等等 我们的项目应当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广覆盖其中一个理解的思路 要开展多种类的社会保险 第二个 多渠道筹集 社会保障基金和扩大社会保障的对象 你看 扩大社会保障对象 其实就是我们谈广覆盖里面的第一个理解的角度 我们要让广大的这些国企的员工啊 事业单位啊 公务人员 包括私企里面的员工 包括广大农村的农民 更多的成为我们社会保障的对象 这是广覆盖 覆盖的对象要更广一些 另外 多渠道筹集 资金 不仅要依靠国家出钱 我们相应的这些企业 我们的个人 你也应当出钱 共同来搭建这种 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体系 其实现在我们结合自己实际情况 好理解 你看 我们每个月 你要交一定的这个 基本的养老保险基金啊 医疗保险基金 事业基金 你看 个人你要交 你的企业也要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你交 所以你看下 相当于是国家企业和个人 多渠道来筹集这个资金的 不是光靠国家 国家的力量还不能完全的 给全社会的成员都提供基本的福利和保障的 第三个是加强社会保障立法 使社会保障法治化 我们刚才谈法治化的时候 其实已经说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因为之前的管理过松 所以很多人呢 就挪用我们的这些啊 什么保险基金啊 甚至这个亏空的数据啊 是非常的惊人的 因此必须要走法治化的这种道路了 第四个要实行社会化的社会保障管理 之前各企业自己去管理员工的这些啊 养老保险啊 医疗保险 那现在呢 交由社保机构 整个社会统一去管理它 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 第一能够给企业解放出来一定的生产力 第二个 全社会共同来管理 对于各企业员工来说 应当说都很公平 第三个 相应的 由统一的社会机构去管理 应当说能够做到更高效 也啊 更具有一个规范性 第五呢 是要建立多层次的保障制度 这个多层次呢 其实还是要 呼吁国家企业和个人 共同来搭建 这样一个社会保障的制度 是从多层次进行共同的一个搭建和管理的 所以这块是我们谈的改革目标的五个具体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 健全和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呢 第一个 有利于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的安定 人们的基本生活如果没有保障的话 可以说社会会引起动荡不安 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了 我们整个社会才有安定的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 有利于企业进行机制的转换 在转换之前 那现在这些保障都是由各企业自己去管的 需要占据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同时呢 各个企业之间水平参差不齐 对于广大员工来讲 可能不是特别的公平 另外也做不到法治化 做不到规范化 因此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保障直接拿出来 由社保机构 从社会化的角度统一去管理 那么我们企业这块的经营机制 也有利于转换了 也有利于劳动力在全社会自由的流动了 第三个 有利于精简政府机构和减轻负担 在没有这些保障之前 我们可能政府要设立各种机构 什么扶贫机构啊等等 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现在有了完善的保障体之后 你会发现 像原先那些扶贫等机构 根本就不需要了 那么我们的政府部门精简了 肯定也减轻了相应的财政负担 因为这些机构的存在 都是要花钱的 第四个 有利于引导合理消费 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那在改革之前呢 可能像公务员呀 什么国企的员工啊等等 他们是不需要自己去掏钱 交这些社保金的 那你要想 他们不需要掏钱交社保金 那可能发多少工资 就直接消费了 他没有一个这种积累的观念在里面 没有一个忧患的意识 所以可能消费这块 控制的不是的特别合理 那么现在改革之后呢 国家企业个人 共同来搭建这种社保体系之后 你个人你也得交钱啦 你不管是国企员工 还是公务员 你都得自己交钱 你看有一部分钱拿来交给社保了 那这块你用于消费的钱就少了很多 但你注意啊 你交给社保的最终还是你的钱 只不可能你后续才能去用的一些钱 因此能够引导你目前的一个合理消费 防止发多少工资全花完了月光足 那后续可能没有什么积累 另外就是促进整个经济的建设 这是我们谈的四个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都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二年的多选题 在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当中 积累基金有什么构成 积累基金的构成 这是一道多选题的考点所在 首先想一想 积累基金是用于接下来的再生产的 不管是直接用于还是说间接用于 总之是用于后续再生产的 A国家管理基金 国家管理基金是怎么花的 相当于主要是行政支出 对吧 一系列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都要花钱呀 所以它属于消费 是纯消费的 这属于消费基金 而且是社会消费的部分 B扩大生产基金 直接用于下一年的扩大生产的一个投资 包括购买原材料啊 包括进行相对这种设备的更新啊等等 都属于扩大生产基金的内容 C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基金 虽然当前没有直接参与生产 但是从长期来看 它是打基础的 是为后续的扩大生产 做好准备和服务的 也是属于我们积累基金的构成部分 D社会后备基金 后备基金是先做一个准备 包括我们的原材料啊 重要的物资 粮食等等 先做一个储备 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出现自然灾害 这也是进行的一个积累 E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福利和基本的生活水平的 因此是用于社会消费的部分 所以你看A和E是属于消费基金的内容 你就看一下哪些是为生产做准备的 哪些就直接花出去消费了 所以你看答案选择B C D 通过这种分析 我们自己能够学习答案 不是说靠死基金被给它记下来的 所以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一定要先理解它 理解透彻之后根本就不用去背诵 那接下来再来看到16年的单选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积累基金主要用于什么 你看积累基金主要是用于扩大资产的 扩大资产里面我们有对这种工业啊 农业啊什么服务业的各种基本建设的投入 这种基本建设你看主要就是参与下一年的扩大资产的 所以答案选择C选项 既然是问积累基金用于什么 不可能是个人消费 所以先把消费给排除掉 另外社会福利呢 是保障当中的一种也是属于社会消费的范畴 所以A和B都属于消费基因的一个用途 D国库储备根本就没有谈这个干扰选项 所以这条题答案选择C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